中央对此次事故表示严重关切 美方作为当事方已详细澄清事故有关情况 包括事故发生具体地点 美方航行意图事故详情 到底碰撞了什么 是否造成核泄漏 是否破坏了当地海洋环境等等 对于这次事故 我还想强调三点 第一 长期以来美方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 在南海兴风作浪 这是此次事故的根源 对地区和平稳定 构成严重威胁和重大风险 第二 美方此次故意拖延和隐瞒事故详情 缺乏透明度 不负责任 中国及南海周边国家 不得不质疑事件真相和美方意图 第三 美国和英国最近决定 与澳大利亚这一无核武器国家 开展核潜艇合作 肆无忌惮地向亚太地区 扩散核潜艇 此举 是将制造核扩散风险 诱发军备竞赛 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 发生核事故的概率也会大幅上升 美方应摒弃 陈旧的冷战 零核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 停止这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错误做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